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上期大众零度GTS也正式发布 新车外观上更加强调运动风格 装配了类似高尔夫GTI的运动化车身套件 搭载2.07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7速 湿式 双离合变速箱 上期大众还带来了大众针对中国市场 设计开发的车型灰昂 该车定位豪华中大型车 衔接灰腾弥补空白 据悉新车与奥迪A6L同台打造 轴距将超过3000毫米 动力方面搭载3.0T V6涡轮增压发动机 以及2.0T第三代EA888发动机 此外大众旗下全新SUV车型概念车 T-Prime GTE整式亮相 新车采用多幅隔山设计 两侧内置灯带式LED 日间行车灯的前大灯与中网隔山完美匹配 内饰设计依旧保持大众 新一代车型简洁的设计风格 亮点式装配了全液晶显示屏幕 以及一块15英寸屏幕承载的信息娱乐系统 动力方面新车配备的是一套插电式混动系统 由电机和一台2.0T发动机组成 匹配4Motion全轮驱动系统和8速自动变速箱 在本次车展上 成安福特也为我们带来了新款E壶 以及锐界V6旗舰版车型 新款E壶采用了全新的前脸设计 内饰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搭载1.5T和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6速首次一体变速箱 而锐界V6旗舰版 采用了特别设计的近期隔山 和全新样式的铝合金轮圈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一台 2.7T V6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329马力 匹配6速首次一体变速箱 还将匹配4区系统 北七深宝Offspace概念车也首度亮相了 新车系列的前灯组融入了全LED光源 腰线采用了直线条的设计 作为一款跨界概念车 所以北七官方并没有透露其动力总成 现在看起来造型真的很赞 希望亮产阶段别把它毁了就好 首发亮相的还有猎豹CS10CVT定制版车型 新车不仅换装了一款CVT无级变速箱 还对外观及内饰部分也进行了个性化的升级 采用白棕双色搭配相比普通版车型 质感明显提升 动力方面新车使用的是一台 来自30的2.07涡轮增压发动机 传动部分匹配CVT无级变速箱 在本届北京车展上 奇亚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K5混动版车型 新车前脸增加黑色隔山设计 同时还带有主动关闭技术 动力系统新车配备的是由2.0升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 纯电动模式下续航里程约为43公里 总续航里程可达到966公里 雪铁龙也正式发布了爱丽舍纯电动版 据了解爱丽舍纯电动版是东风雪铁龙首款纯电动轿车 最大功率为116马力 最大续航里程可达到250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在快充模式下半个小时即可完成充电 最后来看个豪华的麦凯伦570GT正式亮相 采用于570S相似的设计语言 官方称570GT是麦凯伦品牌打造的最豪华和精致的跑车 最大的特点是匹配有一款全景天窗玻璃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3.8升V8双五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570马力 百公里加速仅需3.4秒 好了今天就先为大家盘点到这里 当然在本街车展上亮相的新车还远不止这些 我们会持续关注 所以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 汽车资讯Vager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